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么说的 啥意思 他知道你彭金龙在这里的金链啊 向取而代之 彭金龙 你犯的什么罪 你心里很清楚 估计在这里没个十年八年的 你也出不去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啊 你都是这里的老人了 把你叫来呢 是想告诉你 我们可不愿意除你之外 在这里又冒出个老头欲罢什么的 厂长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再大的女求 她也翻不起浪花了 这就好 厂长 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 这家伙犯了啥事啊 杀人 那我回去了 赵妍 陈磊同志那边还好啊 你问这个干吗 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我承认 我跟陈磊同志是有一些误会 不过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们也都没必要计较 赵妍同志 我看你这个报告 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你这个报告 时间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我这来回坐车就要两天呢 你总能让我 说不上几句话就回来 你看 你又误解我了吧 我的意思是 时间是不是在改长一些 上次请谈请假 是去年夏天的事了吧 你跟陈磊见一面 还真够难的 这样吧 我把日期给你改开 再延长一个礼拜 这两天就别来上班了 在家好好准备准备 赵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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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有个事我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你也知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来档案室工作这么久了 一直是个复制 想起来心里总有点冤 你不要怀疑自己 你能力这么强 肯定能选上 哪里哪里 赵叔叔你念念 你能不能帮我去 把情况再说说 行 这次你帮我延长了假期 我还不知道怎么改型 应该的 应该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算 这个陈雷又在搞什么鬼 你回去吧 回头我跟食堂打个招呼 算 方言 以后再安慰 不要轻易地求别人帮忙 也不要轻易地答应帮别人 尤其是这种事情 我说金玉生怎么那么好心 原来他是有目的的 金玉生这个人品质有问题 改天我要给组织部的李部长 好好地谈谈 爸 你试试 你做的 我哪会做呀 秀娟做的 他跟你跟陈雷一人做了一双 来来来 我试试 喝家伙 比我的皮鞋舒服多了 那就好 来 我这两盒茶叶 你给陈雷带上 对了 爸 那还有搞不当吗 够细致的 待会我给你找找 爸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爸 知道 你放心吧 告诉陈雷 让他农场好好劳动 等我把这边的接触单位 联系好了 我就接他回宿门 好 去收拾 来 开门了 你呢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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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新鮮 兄弟以前在哪儿发财啊 松嫩 我听他们说 你也是因为杀人进来的 你看我笑吗 真人不露响 兴许他们说的是真的 你高看我了 怎么称呼你 陈雷 耳东辰 那枣糕是从哪儿来的 一点小意思 算是见面礼 我问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厂里有个亲戚 跟监狱这边熟 你为什么给我送草糕 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 这点规矩我还是懂得 我还希望能够活着出去 见老婆呢 你不惦记做老大了 不惦记是假的 但我更识时务 我 punch不出来 你把装作译子 就是把控制器 我想用刺客 许师傅 赵岩同事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 都出去干活去了 你陈雷呢 陈雷不在这里了 不在这 他去哪了 不知道 前几天一大早起来 就没有看见他一样 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什么 没有 要不你把邓雷先搁在这里 到厂户去问我 谢谢啊 麻烦你了 不客气 进来 是中厂长吗 你是 我是陈雷大人 你是赵岩同事吧 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 我给你倒点茶 中厂长 你就别忙活了 我来就是想知道 陈雷他去哪了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咱们喝点茶吧 慢慢说 你把陈雷安排到哪儿去了 陈雷 他现在挺好的 真的 你到底把他调到哪儿去了 是这样 我们厂部呢 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需要陈雷同志去协助 厂里这么多人 什么事非让陈雷做不可 陈雷是个优秀的检察员呢 有很多工作 别人可是无法替代的 中厂长 你能不能再说明白点 这是 这是我们得保密 保密 我是陈雷的爱人 我有权利知道她在做什么 你要这么说 我也可以告诉你 但是 这关系到 陈雷同志的安全 到底怎么回事 陈雷正在执行一项调查任务 调查任务 她是下方劳动呢 这儿不是检察院 张燕同志 我希望你不要激动 她到底去哪儿了 为了工作的需要 我们暂时把她安排在浴区 浴区 她不是犯人 她去那儿干吗 这是陈雷同志 她自己提出来的要求 张燕同志 我真的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工作 中厂长 我想见见陈雷 那不行 为什么不能 她就算是犯人 我也有权利探视吧 她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陈雷同志在开始执行任务之前 她跟我说过 如果有必要 她会主动地跟我联系 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不要碰头 以免引起回忆 一样 中厂长 我理解你们的工作 可是你们也要理解我 如果我见不到陈雷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这样吧 我安排个适当的时间 让你跟陈雷俩见面 不行 我现在就要见她 我当面要跟她问清楚 小林 你出来一下 大哥 你怎么谁都不叫 咱就她 进 陈雷 追 陈雷 她们把你怎么了 你怎么来了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回去吧 我不会回去的 没把事情弄清楚之前 我不回去 我不想见你 你走吧 我不相信 你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说过了 我不想见你 你回去吧 就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 我这么远来看你我容易吗 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跟我说呢 中厂长说 过来 别在这儿啰嗦行吗 我要回去 走吧 陈雷 你给我站住 给我说清楚 给我说清楚 你见到朕玲了 赵燕同学 你怎么了 大哥 问了吗 昨天三号房的小四 也去了探视室 他说来了个女的 好像跟他关系很密集 都听他们说什么了 小四说 他们没说上几句话 就吵了起来 好像还提到钟长长 这小子来路不正啊 咱们得好好查查他的地 嗯 小脸 你来这么久了 我连你什么来路都不知道 真是惭愧啊 看来还是那句话 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我说过 你高看我了 能让农场给犯人做糟糕 你可是投一份啊 我看你不简单 没想到这么点小事 还让你这么一直惦记着 我们这些江湖上的人 认的就是一个意思 最恨的就是卑鄙小人 在背后捅刀子 我想你不会吧 大哥 摸好了 大哥 谁这样 东西带着呢 带着呢 那你先回来吧 等一下 怎么 嫌我们这儿伙食不好啊 不是 我从小爱这客 走吧 大哥 大哥 怎么了 没怎么 看什么看 一天后发明干构是吧 再做三百个养鸡座 大哥 我 我没 还好 我 我 我 就 我 是 老师 老师 对不起了 陈检察官 让你收紧吧 还动 一个堂堂正正的检察官 能赏脸来我们这儿做客 那真是我们的荣幸 那个 赶紧结了 大哥 他要是大声嚷嚷怎么办 人家是浅察官 是私闻人怎么会嚷嚷呢 难道他不知道 嚷嚷出来对他没有好处啊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你跟我说 你不是被下方劳动了吗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你 你们不是查过我的地了吗 怎么 你查清楚 少废话 说 你是不是来卧底呢 你们有什么秘密值得我来卧底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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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给我兜圈子了 你就说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说 以前的事儿烦了 什么事儿 我不想再提 我想听啊 我想听 我以前的未婚妻 从小一块长大 后来我去苏联留学 可等我回到松嫩的时候 说呀 说呀你 再回到松嫩 我看到他的时候 是在太平间里 怎么回事儿 调查结果出来了 说是一次医疗事故 那个肇事的医生受到了处分 可他依然在医院里上班 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对我来说 他就是杀害我未婚妻的凶手 以后怎么样 第二年的一个晚上 我给我的未婚妻上完坟 我就直接去了医院 那天晚上这个肇事医生 正好值班 然后我就把他做了 这事儿就一直没有查出来 因为我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 事发之后 公安局的确盘问过我很多次 但尊周因为没有证据而不了了之 六零年 我因为苏修特务嫌疑 被送到了农场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他们又就是中提 这就不对了 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你说你自己不说 别人怎么能知道啊 你知道什么叫日记吗 因为我有记日记的习惯 没想到被他们发现了 我看你就是在胡说八道 你再胡说我一刀捅了你 这 你是怎么杀的那个医生 我用了一根铁丝 立着他的脖子 你把他勒死到哪儿了 医院的卫生间里 那你用过的那个铁丝 我扔不了 扔哪儿了 扔到了烧开水的锅炉里 化了 所以他们一直找不到直接的证据 你把他勒死了 为了一个女人啊 哥 我要是你我就不这么敢了 我信你 你做事有你自己的理由 可你的理由放在我这儿 就未必合适 大哥 大哥 千万别相信他 我说过 像你这种人 不要用这种口气说话 你不信他是吗 你来 你把他给我杀了 大哥 动手啊你 动手 你平时不是挺能扎的吗 你胆小了你 我就问问你 你凭什么不信他 如果拿着顶着你脖子 你早就要骨子了你 你瞧瞧人家 你瞧瞧人家 没有见过世面的人能是这样的吗 赶紧把那兄弟给我送了 好 来 行 兄弟 你是这个 你们不都听好了 曾经以后 谁要不尊敬陈雷兄弟 那就跟我旁天炉过不去 听见没有 明白 明白 还愣着干什么 倒酒 大哥 陈雷兄弟 以后咱们就自己人了 干你吧 我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更意思 真的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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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人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当时倒没什么感觉 我后来想起来 挺好怕的 嗯 这种感觉对 你说得准啊 我听他们说 你也杀过人 他们没骗你 真的 那咱们俩可都不算是一般人了 干了这种事 还能踏踏实实地在这待着 那是 老天爷帮忙 谁让咱们做得天衣无缝的 多问一句 为什么杀他 你问的哪一个 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 不多 十四个 十四个 杀一个也是杀 杀十个也是杀 你说对不对 不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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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这杀了一个人 就算是老天爷帮忙 你干了这么多 还都没事 那你真是高手啊 行了 你就别夸我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我就再高手 还不如跟那两个松包一个下场 挤在同一个耗子里边 大哥 话不能这么说 那人跟人分量还不一样呢 现在想起来 刚来的时候 我还惦记做你的位子 真是自不量力 自不量力 实话说吧 你能有这个志向 我就刮目相看了 虽然你面向斯文 可是你的内心还是那么带劲 我觉得 你不是一般的人 别别别 大哥 你可别把我说得太高了 但愿我以后真能变得不一般 但是能跟你在一起 那可能是我 捞到一辈子的荣耀 十四个人 在你刀下作鬼 那是何等的疯狂啊 方便说说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十六岁 那么小 第一个是村里的老混乱 那天她喝了酒 天快黑的时候 我就守在村口的桥边上 直接把她翻到河里去了 当然 后来我还是把她给埋了 她在村里消失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察觉 当人们回国门来的时候 她早就懒在地里了 那个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 村里的姑娘媳妇没少遭到呀 我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那是 大哥 我记得你说 如果你要是换了我 你绝不会为女人去杀人 可我怎么听着 你这第一个杀的人 就是为了村里的女人杀的 你这么早就形下张义了 要说这十四个人里 没有一个是你为你的心上人杀的 我还真不相信 行了 别瞎问了 知道的太多 对咱们两个都没好处 成脸 跟我走一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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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好 我在看我看可以考虑 不用回去 ами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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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白天怎么没泡酒啊 白天干活的时候 没弄着沉皮 你越来越想吃干饭的了 怎么了 什么呀大哥 压刷刀 压刷刀呢 叫陈雷拿走了 他拿去干什么 说是要缝裤子 缝裤子用什么牙刷刀啊 大哥 回来的时候外面就在说 看守被人捅了 不会是他干的吧 你听谁说的 收监的时候 厂部那边就乱哄哄的 后来有人说出事了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早说 大哥 今天太累了 回来我 我就给忘了 你太累了 你忘了是吧 你跟我说完你还能记住什么 说呀 你吗 你太快了 你都在走 你快走 我快走 你咬人 你再走 放这儿 放这儿 你可真在这儿呢 这么说你是特意来看我的 咱俩认识的时间不长 可是能让我看着眼的 也就是你了 你说我不惦记你 能惦记谁呢 你不会是对我不放心吧 你啊 你小子跟我一毛一毛 多疑 你怎么不问问 我为什么通了那个看守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肯定有你自己的言言呀 只要你没事就好 放心吧 就算我有事 出卖朋友的事 我不会干 咱们两个呀都是性情中人呀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别的不说 就你为自己的女人 肯杀人这件事啊 你就是这个 听你的意思啊 你也为你的心上人 杀过人 唉 要不听到这个故事啊 看来真是死不罢休 我 灯怎么还没灭啊 会不会出事啊 你急什么 我杀的第二个人 就是为了一个女人 那年我是妻子 我就是爱她 因为只有杀了她 她才能真正属于我 属于我一个人 这人的感情啊 她就是复杂 她 其实那个女人早就结婚了 可我就是喜欢她 我总是站在我们村口的那个桥上 圆圆地看着她 虽然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是我知道 她是我的 从那以后 我就养成了一种习惯 每天晚上没事的时候 我就去那个桥子上坐坐 抽根烟 因为她埋在这儿 对你来说 就感觉是在跟她优惠 对吗 这就是我办事的方式 我对我的朋友也是这样 只要让我看上眼的 我都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跟他们相处 听明白了 所以你就用你的方式 对付了你的这些朋友 把他们埋在村口的那个桥的下面 抽空你就去坐会儿 抽根烟跟他们聊聊 你真不愧是做过检察官的人啊 厉害 多你这么一个朋友 是我一辈子的荣幸 朋友 你什么意思 我看你是猜对了 我就想要你的命知道吗 有你这样的朋友 算我倒霉 不过我得提醒你 你要在这儿杀了我 你怎么得 跑得了吗 这个可不用你操心 如果你真是我的朋友 明年的今天我会给你收纸的 如果你是来调查我的 那我也没办法啊 咱们只有同归于尽了 好